大家好 我是陳寗 最近 蘋果有一個新聞 就是說 不是發表新 iPhone 那個是大新聞 但他有另外一個跟他經營有關的新聞 就是說 因為他之前 在美國有一個 Epic 的遊戲公司 他跟蘋果互告 就是說蘋果他壟斷了這個市場 他規定所有的開發者 他不可以在這個 App 裡面 把你要付這個錢的時候 舉例來說你要付 Netflix 的錢的時候 你不可以在 App 裡面規定說 你一定要在 App 裡面付錢 你不可以把他倒到別的地方去付錢 那這個遊戲公司跟蘋果就互告 那其實他不是有告蘋果 他也有告 Google 那他希望就是說 蘋果取消這個禁令 由法院來規定 蘋果不可以強迫開發者 要去把這個付款的機制 一定要做在 App 裡面 然後呢 很意外的就是蘋果告輸了 蘋果的這個 在這個訴訟中 他輸了 所以這個法院的禁令 在 12 月的時候就會生效 從那個時候開始 蘋果就不可以再強制使用者 必須在 App 裡面付錢 那很多人看到這裡的時候 有些人就會覺得不解 就是說 那他到底壟斷在哪裡 這機制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有些人就會開始拍手 打快人心 蘋果吃屎吧 就是有的人就會很討厭蘋果 就會這樣想 但是呢 其實 如果我們從市場的自由競爭來講 沒錯 這是一個很像是 反壟斷的感覺 但其實他卻是一個 嚴重的影響市場自由競爭的一個非常關鍵的法案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 他不是法案 他是判決 我們今天呢 就從這個案例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還有這件事情對整個市場 他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那我會從這個蘋果啦 App 還有消費者這之間的 去跟大家談談 那也會用一些其他的例子 因為其實講這Epic 這遊戲對大家可能不是那麼熟悉 因為你不見得會玩手機的遊戲 但是呢 用Netflix KKBOX 我想大家會比較理解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好好的來認識一下 這個其實 為什麼說他很重要 因為這是現在這整個網路世界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營收來源 過去呢 很多網路公司他們收錢 可能就是賣你軟體啦 或者是賣你廣告 但現在呢 這個訂閱 或者是In-App Purchase 這種長期付款 然後拆帳的問題 其實是現在 這個整個科技產業一個非常重要的獲利來源 所以我們今天要好好地來聊聊他 那開始之前呢 記得要訂閱我 那如果看完影片之後 你有不同的想法 或不同的看法 或者是有問題 歡迎在影片下面直接留言 詳述你的問題 或詳述你的看法 這樣子我們之後有機會 可以再繼續討論 那我們就開始囉 蘋果 他其實 很多人呢 以為他就是靠賣 iPhone 賺錢 但其實呢 很久以前我有講過 蘋果做任何事情都是一個佈局 他把這個 iPhone 或者是這個產品做得很好 其實他並不只是想要靠賣硬體賺錢 我們現在看很多這個品牌上 我們都知道 只靠硬體做的是很難賺到很多錢的 即便你可能在 1980、1990 可以賺很多錢 可是到了網路世代之後呢 你單靠硬體呢 其實很難賺錢 你看 Sony 不就是這樣嗎 Sony 砍掉很多很多的產品線 就是因為他發現 單靠硬體是賺不了錢的 他現在靠什麼賺錢? Sony 娛樂 他有很多很多的這個 版權 都在他手上 還有 Sony 的保險 他靠著賺錢 所以 現在你要單靠硬體賺錢是很難的 所以蘋果把硬體做得好 他只有一個原因就是搶四戰 搶了四戰之後要做什麼 就是接下來他要做的就是賣 APP 這件事情 蘋果過去曾經成功過一次 就是他在賈博斯 剛回到蘋果的時候 推出的那台 iPod 他不是改變了我們聽音樂的方法 改變了音樂產業嗎? 因為他用 iPod 搶佔了四戰之後呢 推出他的 iTunes Store 來賣音樂 因為賣音樂 或者是賣 APP 或賣影片 像我們現在看 Netflix 這種方式 其實是一個前期投入很大 可是後續的收入幾乎是沒有什麼成本的 因為 我今天把一首歌 製作好了之後 放到伺服器上面去 然後賣給你 0.99 美分 欸? 那這樣 不是0.99 美分 0.99 美分 99 美分 賣給你這樣子的音樂 那他一開始的成本 就只有那一首歌的成本 還有這個伺服器 建置成本 還有每次賣給你他傳輸的流量成本 之後呢 他就賣 100 萬首跟賣 1000 萬首 其實他成本以下的差異是沒有很大的 所以 以毛利來講 這個服務這一塊 雖然說他現在在蘋果 他佔的比例還是少一點 但是 他是一個非常有前瞻性的 因為他的成本之前已經都投下去了 蘋果之前不是投了很多錢 去建他的那個資料中心嗎 然後他也把那個亞馬遜 Google 那邊的伺服器包了不少 所以他的成本已經投下去了 現在他的服務 你不管是跟蘋果買 APP 你在 APP STORE 裡面買 APP 你訂閱他的 APPLE MUSIC 或者是訂閱他的 APPLE TV PLUS 這些服務呢 他就是你訂了 他基本上賺的錢了 八成以上 毛利全部很高很高的 所以呢 很多人就會眼紅 就是說 那 蘋果你獨在你的平台啊 那你獨在你的平台 你每次我們音樂啊 什麼放在你那邊賣的時候 你就要跟我們抽三成 覺得不合理 這個就是關鍵所在了 今天呢 我們做了一個 APP 比如說你做了一個遊戲 你把他放在蘋果上面賣的時候 蘋果每賣出一份遊戲 比如說這遊戲是賣100塊美金的話 他賣了100塊美金 蘋果拿三成 開發者拿七成 也就是說呢 這個100塊呢 蘋果會拿到30塊 就算是平台上架費啦 就好像你今天 把你的那個化妝品拿去 那個星光三月上架 然後呢 在星光三月上架 你在星光三月裡面結帳的時候 他要給你抽三成 那這就是平台費 就是你在這個地方賣 你就要付這三成 可是呢 現在呢 因為又多了一個新的消費方式 就是比如說訂閱 或者是所謂的 In-app Purchase 就是你在玩遊戲的時候 比如說有時候你玩玩玩 玩到這裡 結果你過不了關 那他不是會跳出一個 一個那個 通知跟你說 你只要花九塊錢 買這個道具 你就可以過關了 有的時候你一死腦弱 就給他買了 或者是你玩遊戲要抽卡 這些不是都要付錢嗎 或者是你現在訂閱這 Netflix 訂閱 KKBOX 不是也要付錢嗎 那這些東西呢 你如果是在 iPhone 裡面 直接 就是 付錢的話 那這一筆錢呢 一樣蘋果要給你抽三成 比如說呢 現在 各位可能會聽到外面有個小朋友在哭叫 但是他越來越大聲了 那沒關係 跟我們這邊無關 那是外面的小朋友 比如說呢 你現在訂閱 Netflix 一個月呢 是三百塊台幣 那你這每個月就要一直付三百 三百 三百這樣子 那如果說呢 你的這三百塊 是在你在用手機的 App 的時候 他不是問你要不要付錢 你就給他按確定 按確定付錢之後呢 這個錢 蘋果要抽三成 因為是透過蘋果的平台 現在呢 很多廠商開始對這個不滿 那你覺得憑什麼 今天呢 如果說 Netflix 的使用者 是在我 Netflix 上面 網站上面直接付錢的話 我全拿 可是呢 使用者透過 iPhone 來訂閱 Netflix 你卻給我抽三成 而且每個月都給我抽三成 就不合理啊 所以呢 開始他們覺得糾紛 就是說蘋果壟斷啊 什麼的 那講到這裡的時候 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你覺得蘋果合理還是這些廠商合理呢 其實這件事情 就牽涉到一個你交易的位置 就是你到底在什麼地方交易 你現在搶一定覺得說 在 iPhone 上面交易 憑什麼就要由蘋果收錢 但是你把他換個方式想 如果在星光三月交易是什麼感覺 你今天 你開一家比如說 你開一家新東洋好了 你就新東洋的老闆 然後呢 你在外面 比如說你在南京東路上 租了一個店面 開一家新東洋的門市 你在那裡賣東西的時候 不會有人抽你錢 你賺的錢你全拿 你賣了一包一百塊的豆干 你一百塊你全拿 可是呢 你今天把你的新東洋 開到星光三月裡面去的時候 星光三月呢 要針對你賣的每一樣產品 都給你抽三十% 所以本來你在外面賣一包豆干一百塊 你全拿 你到星光三月裡面 你賣掉一包豆干一百塊 就要付三十塊給星光三月 那你覺得合理嗎 其實呢 這問題就在於一個平台 有的時候呢 如果你今天做三十你就知道 你比如說你單獨開一家店 你開在巷子門口 然後你賣臭豆腐 你發現都沒有人 因為你這個地方就是住宅區 然後人也不太出來 然後每天大家回家的時候已經不吃臭豆腐了 於是呢 你就想辦法你把這個臭豆腐店 你開到菜市場裡面去 開到夜市裡面去 那個地方聚集了很多人 因為菜市場的老闆或者是夜市的老闆 他放了一塊地做了基礎的建設 然後讓所有的人可以來這裡消費 他聚集了很多的客人 就跟星光三月一樣 星光三月你走進去吹冷氣要不要錢 不要錢 你坐在那邊 星光三月在打烊之前都不會趕你走 他做了一個基礎建設 可以讓你願意去那邊逛街 那這個時候呢 你把你的店面開在裡面 其實他起到的是一個行銷的作用 也就是說呢 你如果店面不開在那邊 可能永遠都不會有人知道有你這家店 你開在那邊 開在久都不會有人跟你買 可是你開在那裡面 開在星光三月裡面 開在夜市裡面 開在菜市場裡面 來這裡的人 衝著這個夜市 或衝著這家百貨公司來的人 就有機會看到你的店面 並且在那邊付錢 所以 你讓他抽是應該的 所以呢 蘋果呢 他就是報紙這樣的想法 今天呢 如果不是iPhone 賣得很多 你的這個 App 會那麼受歡迎嗎 我們倒退 20 年前 20 年前 沒有 Apple TV 沒有 Android TV 沒有 iPhone 沒有 Android 手機 你要電視 你要上網 你只能買一台電腦 去插在電視上面 請問那個時候 如果開 Netflix 的話 你一定會倒的嘛 對不對 因為你沒有平台可以用啊 那現在呢 我們做了這個平台 把這個市場拱起來了 結果你現在反過來說 我抽太多 這個呢 不只是蘋果這樣想的 Google 也是這樣想的 因為他其實兩家公司 做的是一樣的事情 我們做了一個市占非常大的平台 然後你上去 讓全世界看到你 結果你現在反過來說 我們抽太多 然後要告我們 所以 不管是從蘋果也好 從 Google 也好來看 他們都覺得是不合理的 覺得說憑什麼 你在我的平台上面賣 但是呢 從開發商的角度 他們就會覺得說 我現在賣得多啦 我也大啦 人家要用的是我的遊戲 不是你的平台 所以你憑什麼抽我錢 兩邊就互告 那這件事情呢 為什麼我會說 其實這個 最後這個判決對市場是有害的 因為呢 當你今天可以用法律去規定說 你今天賣東西 你在這個平台上賣東西 你不得強制 抽他的錢的時候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他套用到很多地方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法律去規定說 以後在星光三月裡面開店 你不得抽三成 就是你在星光三月開店 你只能收他的租金 你不能抽錢 或者是我今天有一個產品 在你全聯上架的時候 你不可以 給他要求要有上架費 你只可以有成本 就是說有一個毛利 你不可以給他收上架費 這些都不能收 這樣子是不是不合理 所以 其實這件事情 就跟我之前說的一樣 政府不可以在任何情況下 用任何的理由去干涉市場的運作 因為這樣子 其實都不是一個自由經濟的社會 當然 我們會因為一些 可能社會關懷 福利之類的 會去限制 這企業應該怎麼做 比如說最低工資 或者是強迫老闆要幫員工保牢健保 之類的事情 但是 從單就自由經濟市場來講 很多事情是不該做的 所以很多朋友跟我說 其實美國是非常自由經濟 我說是不對的 其實美國他們非常喜歡搞壟斷這東西 他只要覺得你太大 他就用壟斷來搞你 然後 你就必須緩下來 其實 我必須說 這在全世界 美國也好 大陸也好 台灣也好 這種事情是很常發生的 唯一一個不太發生的地方是韓國 他們 才把大繞不得了的時候 他們沒差 可是 在大多數的國家 大多數的地區 他們在做這個壟斷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會避免一家獨大的情況 其實 你說 是真的因為這家 Epic 它合理 所以才去制裁蘋果嗎 其實不見得 有的時候 都是政治考量 接下來 我們就看看 Google 會收到什麼樣的判決 我們大概就可以理解 美國接下來希望他們怎麼做了 所以這件事情 不管是從 這個蘋果來講或 Epic 來講 其實並沒有絕對誰勝利 我如果真的要說誰勝利 我想只有一個就是消費者 為什麼呢 因為 當你這個消費 你沒有一定規定要在某個平台的時候 通常 原廠都會用比較便宜的價格賣給你 舉例來說 你可以研究一下 比如說你如果在手機裡面直接訂閱 Netflix 跟你到官網上面去訂閱 Netflix 價格是不一樣的 通常 在官網上面 訂閱 Netflix 然後到 App 裡面去登錄的話 他的價格 有時候會優惠不少 這是因為 在平台上面他要抽 一定要抽那 30% 所以抽了下去 這個成本 一定是轉嫁在消費者上 所以為什麼你有的時候 在星光三月買東西比較貴 就是因為他要抽 有的時候 有一些精品 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或者是這個比較私下的做法 就是他們在店外結帳 就是 你今天買了一支兩三百萬的手錶 然後跟你說 那我們不要在星光三月裡面結 我們去別的地方 比如說 別的鐘錶店 你去那邊結 為什麼要這樣 就是要省那個抽成 那同樣的道理 你的兩三百萬的手錶可以在店外結 現在 你 Netflix 也可以在店外結 你可以不要在 iPhone 上面結 你可以在官網上面 你可以去中華電信的門市付了錢 然後把你的帳號拿回來 iPhone 這邊 再去登錄他 這都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其實 我剛才講 省錢有很多方法 但看你知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消費者 說到底還是當個聰明的消費者 隨時知道 你能不能省錢 這是比較要緊 那至於 蘋果他們的這個 法律問題 我們就 看戲 拿個板凳 吃個雞排看戲就好了 就是看一下 大概是這樣子了解一下就好 也不用太氣憤 也不用太開心 因為那其實說真的 跟我們沒有太大的關係 就是這樣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 其實這是一個比較關於市場的議題 所以 如果聽完之後 你就 真的太複雜了 因為我自己講完 我都覺得有點複雜 所以 你歡迎直接在影片下面留言 直接跟我講你的看法 或者是你不懂的地方 之後有機會 我們可以單就這個問題 再更深度地來探討一下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 那最後記得要訂閱我 那如果看完影片之後 你覺得說 陳寗的影片真是太棒了 那麼 在資訊欄裡面 有頻道會員的連結 這個地方 也有超級感謝的按鈕 那另外 也有嚴選商城的 各式各樣的 蘋果的周邊配件 都是陳寗嚴選的 這個 這跟我們生活比較有關係 這些 剛講的這三樣 都可以支持我把影片做得更好 所以像你看這個更好的聲音 更好的畫質 就是這些支持 才有辦法達到的 所以感謝大家的支持 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是陳寗 我們下次見 拜拜